某一某四九 我是邀請到的范曉軒是 單曲製作人 跟他在錄音室的時候 我從頭到尾超緊張 他習慣就是後面會有很多愛心 而且很多喔 你們兩個很屌是不是 你們兩個很臭屁是不是 現在表演都是你們是不是 很多朋友一起睡在 中式電視的門口 我那時候在北京 在台灣的另一段 跟我微信說 他其實現在是有 進入影片內容之前 請大家不要吝嗇你的小手手 幫阿力點個讚 按下訂閱鈕 打開那個叮叮噹吧 阿力各位大家好 我是阿力 今天又是我們的 阿力港公圍系列啦 今天邀請到的公圍嘉賓 正是一位擁有獨特嗓音 以及超高演唱水準的 超強女生 近期呢更是榮獲了第一屆 全球客家流行音樂歌唱組的冠軍 讓我們歡迎這位超級會唱的歌手 我們的林沛橋 哈囉 大家好 阿力哥好 感謝沛橋來到我們這裡 很擔心 近期有發行這個 秋幻專輯嗎 不管是音樂或是演唱風格 其實都帶點迷幻的R&B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張專輯呢 是我人生第一張的 課語專輯 然後裡面有特別秀入了 兩首中文版的 裡面的音樂風格是有包含 EDM還有City Pop 還有一些 歐美的曲風 都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音樂風格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上面那個名字好眼熟喔 然後就是要給阿力哥 哇 謝謝 這張專輯真的超好聽 我有很多朋友還有網友 就是都有訊息我說 他們以為是韓國歌 第一時間不會意識到 這是客家歌 你可以現場輕唱一段 好 對 哇 太會唱了吧 謝謝 妳剛來有開嗓嗎 我剛沒有耶 完全就是剛睡醒的聲音 天啊 除了這個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啊 以前也參加過蠻多的這個歌唱比賽 像是在ICRT也得到這個 英文歌曲的這個比賽也是冠軍 對 那妳可以大概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就是妳除了這個比賽 曾經有沒有參加過其他的類似 有 其實我在以前 超級星光大道 如果我記得沒有錯 第三屆有參加過 然後那一次的 比賽經驗蠻特別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 海選的 的階段 對 然後我們是 很多朋友 一起睡在 中式 電視的門口 就是很像在排 演唱會 對 我們真的是 從 半夜喔 我們就一路排到中午 0號嗎 拍喔 就為了要就是 比克唱比賽 等到下午 清唱30秒 決勝度 這樣子 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一次 我也曾經經歷過 經歷過嗎 對 就是星光大道啊 超級偶像啊 真的妳要 提早去排隊啊 就是給妳30秒時間 比賽的路真的是很 很艱辛 但是我覺得那都是經驗啦 我覺得 歌唱比賽 除了實力很重要 但是 運氣相對的 運氣很重要 而且還有沒有圓 通常可能評審都是 三四位啊 然後可能有一兩個很喜歡妳 但有一兩個就是真的 就是看評審口味啊 對 我看妳也其實蠻 蠻多語言風格啊 也是蠻廣的 包含是客家 英文啊 國語台語 所以妳是從小就會講客家話嗎 我其實從小不會這樣 我是 後來在疫情期間開始學 因為我小時候 我是台北土生土長的 只有在寒暑假 回到外婆家的時候 我才會聽到 一些客家話 所以我就沒有 把客家話學起來 就這點蠻可心 前幾年疫情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沒有事做 我就來學 開始學美語 然後那時候學學學學 就剛好有一個 客家流行音樂大賽 然後那時候 我是拿最佳改編獎 第一次比客家音樂類型的比賽 然後就得獎 然後那時候 大家的評價也都對我 還不錯 我就想說 欸那我就 試試看母語創作好了 然後結果創作創作就 變成一張專輯 其實這是我 疫情之前從來沒有想過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其實 老大大概十年前 我媽就說 欸妳好不要發 一張客語專輯 就像她那樣 我就說 蛤客語 可是我不會耶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 不小心就這樣 很順利 所以應該是 疫情期間 促使妳 就是做了這個改變 對我覺得 疫情就是 改變很多人 提到媽媽 金曲客家天后 關凌智 嗯 那首張專輯 區后換 媽媽也有參與製作 對不對 在跟媽媽配合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一些 比較 有趣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 我跟我媽應該是 在討論專輯 可能會有 衝突的時候 摩擦 對 可是其實我媽算是很開明的嘛 她反而就是 都很支持我的想法 她覺得音樂不應該說 就是 有個局限 就是我這個 我這一代有這一代的想法 那樣子 就是 時代不一樣 沒錯 因為 所以這點我蠻感謝她的 她說我突然覺悟了 我不應該阻擋她 追求她自己夢想 除了媽媽是 這張專輯的製作人 她是在外面也會說 我也是她製造出來的 對 這張專輯呢 還很榮幸有邀請到 圖惠元老師 就是聽海 跟親愛的原作者 還有 金木一哲老師 也是有 參與過 台灣三金所有獎項的 音樂製作人 然後也編了很多 譬如說 孟偉拉 大小S的作品 非常厲害的一個 日本的音樂人 還有呢 最後是 從小就是崇拜到大的 范小萱 我是邀請到的范小萱 是單曲製作人 裡面有兩首歌 Deja Vu跟烏旺 他們是同一首歌 只是 差別是 一個是 客語版 跟 專文版 就是我寫詞 他寫曲 然後他編曲 創作的過程 我很開心可以 邀請到他 跟他在錄音室的時候 我從頭到尾超緊張 他是很嚴格的人嗎 他很嚴格 可是他嚴格 不是那種 我會罵你的那種嚴格 說他認為 一首歌 要當作金公表在 掉幕 他說 我們有一天 人會理事 可是作品 永遠會在這個地球上 所以我們必須要 做得很細 他講得很有道理 所以其實我在他身上 也學到很多 然後他也是 哇一個 非常耐心 非常耐心 就是他在我心中 他是仙女 跟我訊息的方式 他都會 他習慣就是後面 會有很多 愛心 而且很多 他會說 祝福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就 好暖喔 就是一點價值也沒有 我就真的超喜歡他 那你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會 就比方說打到一半 欸不對 重來 會會會 我就想說 要怎麼跟他講 我就是光 可能跟大家 他留個幾句的訊息 我都要想 很久 我們製作人跟你好像認識也十幾年了 對 十幾年 聽說你一開始是 駐唱歌手出道 對 駐唱歌手 其實我開始駐唱 很多人以為是 我媽帶我踏進這個行業 其實一開始不是 一開始是 高中的時候 我華剛一小畢業嘛 我就畢業之後 在電視台當服裝造型師 做了兩年 我是覺得很無聊 出道法 我就覺得我好像 站在台上唱歌 像我媽那樣 我又不想要拜託他幫我簽錢 我就想說 靠自己 對 靠自己 然後我那時候很流行 琪摩雅虎指示 那邊好像許願師 好像有什麼 任何問題 都會有人幫你解答 我就在上面問說 有沒有人缺 樂團主唱 MSN有人發訊息 就問我說 欸你是不是要應徵歌手 我們有四唱鳥彪來 就從那一次開始 我就是在 田莊PUB 就是認識 製作人 妳剛說到華剛一小 對 妳是什麼科 我是戲劇科 學妹 Oh my God 學長 我跟楊晨霖同班 真的假 那妳跟小鬼也是 也是一樣 哦 等於我畢業妳剛進來 剛進來 哇塞 妳剛叫學長 妳叫阿力學長 很好 以前學長學姐 這個題外話我們順便聊一下 你知道那時候 我跟我們另外一個同學 就是我們比較搞笑的 也不能說出風頭 那大家都會叫我們兩個要表演 每次科會那個 一進去那個奪眼術 然後二三年級一進去弄臉都超臭 這樣 那個主持人說好現在科會開始囉 三年級學長姐 把我跟那個同學叫出來 妳們兩個很屌是不是 妳們兩個很臭屁是不是 現在表演都是妳們是不是 那以後都跟妳們表演就好了 看到學長學友也不叫人 對 那時候科會是這樣 我們那時候真的是嚇到 沒有打招呼 你就會被學長學姐在科會聽說 我們那時候超可怕的 我們這一屆就比較沒有了 好 這題外話 好像以前也有就是為了想要經濟 自己的這個歌藝 有去國外學唱歌 我為什麼會跑到北京學唱歌 是因為我媽那時候比中國好聲音 然後她那時候是哈里站隊 然後其實在這個節目 就是幕後 他們有歌唱指導老師 然後我媽就當時認識了節目組的歌唱老師 然後她覺得這個老師教得非常好 她就把我送去她那邊 就前前後後大概在北京有待了一年差不多 好像聽說也蠻貴的 不便宜啦 但是重點是我 我的歌唱生涯其實 我有跟很多個老師就是拜師學一過 但是這個老師是她 影響我最深刻最大的一位 影響妳最深是指說 她懂妳還是說 她改變我的歌唱方式改變超多 我音域沒有 Range沒有這麼大 對 她把我就是拉款很多 哇 對然後我也是跟她上課 唯一一個上唱歌課上到哭的老師 因為她真的很嚴格 你做不到她要的 她也不用擦 她就是一個臉這樣看 然後你就搞得超緊張 就是 因為你也很幾年想要唱到 她的標準 然後後來就哭了 就算是魔鬼訓練等級 但是我也是很感謝郭老師 這麼典力的腳步 才有辦法吸收到就是 現在這樣子的程度 一開始清唱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聽出那個細膩感 而且我有感覺 彷彿看到那位老師 哈哈哈 老師還在北京 駐唱還是好了 到現在 她的專輯 這一路長時間 你覺得最辛苦是哪個階段 我覺得音樂錄真的是不歸路耶 你應該也 也有感覺吧 因為畢竟台灣的音樂的舞台真的是沒有那麼多 我是先唱歌 我才接觸創作 那我是創作比較晚 所以 對我來講寫歌會是 比唱歌難的事情 我覺得唱歌對我來講是比較容易 那有沒有比較低潮過 有啊就是疫情的時候 就是很怕自己沒有辦法 做好一張專輯 跟把歌寫好 我一直在心裡想怎麼辦 怎麼辦我寫不出歌 光這個想法就讓我很痛苦到不行 那我覺得你算是還蠻好的耶 就代表說你是對於這一行 你是真的很熱愛 你不會說真的 遇到一些困難挫折就說不用做 因為其實我是從幼稚園我就想要唱歌 所以都是受媽媽的影響 我覺得算是 因為我們除了媽媽是歌手 爸爸也是 keyboard 手 阿公也是樂手 然後我外婆是歌材系演員 哇都是音樂師 都是跟音樂有相關 目前啊發行過的歌曲 都是你自己的創作 那這些創作跟你的感情有關係嗎 還是 裡面有一首歌是我 自己的感情的 就是親身經驗 我覺得人活到一個年級 然後感情也談了好幾次 就覺得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談感情 為什麼要講愛 為什麼我一定要有人陪 那當時這一段感情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聊啦 就是大概的狀況是怎麼樣 大概的狀況嘛 我那時候在北京 在台灣的另一段 跟我微信說 他其實現在是有 已經有別人 我真的當下晴天霹靂 當下超常狀況 然後我就整晚都沒睡到早 早上天了中午才睡覺 所以就是那個心情是 很失心免費很掙扎 所以我才會寫到說 對外失望的副哥哥 沒有沒想到從來 顧焉也顧久 因為我真的是 那一次的失戀影響我很大 影響到我會開始 喝酒這件事情 我現在不會啊 我現在喝酒都是跟朋友 就是想要chill一下 想要開心的喝 所以從那一次 隔天就沒有跟他聯絡 其實他對方還是有跟我聯絡 怎麼很難的很 有難的 這樣子 所以我才會寫出 對愛失望這件事情 目前有沒有歌曲正在創作 有就是都一直有在寫 那接下來有一些公開的 演出訊息 詳琴琴 追蹤我的IG 還有粉專 我們會不定時的更新活動資訊 這些 哎呦 本身我不會講客家話 我就會就是開嘎後 開嘎奏 教我唱一段這個對愛失望 好啊 摩熊豆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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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高醇厲害 摩熊豆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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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棒欸 而且他還有一個小抖音 我覺得很 摩熊豆瓊去 就是他的味道 摩熊豆瓊去 摩熊豆瓊來 摩熊豆瓊去 已經是粉末 好厲害 發生可以了 哈哈哈哈 你要笑要咬字啊 哈哈哈哈 好了今天真的很感謝佩喬 當入我們阿里加朗公衛特別來賓 當然大家也見證到了喔 儘管出身頂著天后媽媽的光環 但是還是靠著自己的努力 真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佩喬真的是很讓人敬佩的一位歌手 我覺得在台灣的這個音樂啦 其實還有很多獨具匠心的好歌手 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我們台灣的好音樂 支持我們台灣的歌手 那未來呢 當然我也很期待看到佩喬更多的作品 好那我們可以請佩喬跟我一起練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喜歡阿里的話呢 記得幫我 訂閱 這期影片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阿里老名共發 記得幫我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裝下去了 拜拜 阿里公衛大家好我是阿里 今天的阿里公衛嘎人 什麼啦阿里嘎人 謝謝佩喬願意接受我們的尊法 有點好像前後情緒沒有呼應 沒有連貫到 我有點 我有點 她的心在那邊要跳給我 而且她也給我這樣 就是 我來不及接她的那個情緒 然後突然就是空白這樣子 食物 你 你 你 沒有 有